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事情吸引我的注意 就是西班牙加泰隆尼亚 我们都记得吧 加泰隆尼亚他们公投决定要独立 从西班牙独立出去 结果被西班牙政府打压 被欧盟打压 被美国打压 大家都不承认他们 而加泰隆尼亚家独的这些领导分子 变成通缉犯逃出去又被抓回来 坐牢的坐牢 销声匿迹的销声匿迹 2014年 西班牙通过了一个叫做公众安全法的一个法案 到2015年就颁布了 就开始实施了 就说你不可以 它大致它当然非常复杂 它比较大概的一个走向就是说 有很多很多的作为 很多很多的言论 会引起公共安全的顾虑 会伤害公共安全 那么你就是有罪的 比如说 你不可以散布仇恨 有一个嘻哈歌手 他的歌多半都是反叛的 本来西班牙 其实演艺圈本来就是比较反叛 那他的反叛走到什么程度呢 他呢都是歌颂恐怖组织 然后嘲笑 修辱西班牙的皇室 西班牙是有皇室的 就像英国有皇室一样 他们是享有宪法的地位 那因为他都是鼓吹恐怖攻击 颠覆政府 他的歌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四次都被告上法院 然后他还鼓吹什么 鼓吹入侵私人领域 反正就是 这很恐怖啊 这种歌很恐怖啊 他在2014年还被判 两年的缓刑 接着2018年 他又继续 他就是要这样子 然后最后法院跑来跑去 判来判去 西班牙的法院在 今年2月15日 情人节的第二天 把他最后的上诉驳回了 这个嘻哈歌手 哈塞尔 确定要入狱 根据法律要入狱 结果他的支持者 不高兴 出来抗议说 释放哈塞尔 我们在反法西斯 然后说 波旁王朝的人都是贼 波旁王朝就是西班牙皇室 那2月15日 哈塞尔用言论自由做理由 拒绝服刑 我不要做了 然后呢 我自己把自己困在一起 跟我的支持者在一起 放在 在个大学校园里面 然后跟警方对抗 第二天 加泰隆尼亚的警方 因为他就在加泰隆尼亚 所以你要想得说 这个人 他的反叛 他是带有家毒的成分 加泰隆尼亚的地方警察 最终公路学校 把他逮捕 抗议警方 逮捕 这个嘻哈歌手 用各种各样的 在路上用垃圾箱 构筑 街上堡垒 点燃大火 用石头酒瓶 砸银行 跟警方对抗 你可以想象香港的画面 巴塞隆尼亚 他的暴乱最严重 有2000人加入暴乱 街头游击队 然后加泰隆尼亚 大区跟马德里大区 进行了示威活动 已经有52个人被捕 有52个人被捕 然后当然各方都出来谴责 说应该维持秩序 应该要公众的安全 公众的秩序 但当然了 西班牙的副总理 他也出来讲说 不可以钳制言论自由 所以要讨论 但是言论自由这个程度 这一个领域 跟你上街去暴乱 又不一样 所以 西班牙现在就面临说 想要从西班牙独立出去的这些人 他就是看不惯你西班牙 我就是要反抗 那这些行为 欧盟怎么看 美国怎么看 要记得 美国跟欧盟都是反对加泰隆尼亚独立 都是支持西班牙统一的 他们这个立场 这是加泰隆尼亚 但美国就很恶心 美国一方面支持 加泰隆尼亚要统一于西班牙 但是他无时无刻 不再支持台独 请不吝点赞尼亚